台媒、范冰冰二次被抓还有两个明星高威,大陆女星范冰冰被报社阴阳合同案之后有关她被抓的消息满天飞,甚至互相矛盾似乎印证了当局借此转移视线的说法。 日前台媒再度传出消息,指她二度被抓另有两位明星也将遭到调查广告。 台湾东森新闻,8月6日晚间引述消息说,范冰冰在当天再度被请去问话调查,详细原因内部人员全数晋升报道又说,除范冰冰外网上疯传当局接下来要调查的对象还有外姓女星及W性男偶像。 外姓女星拥有自己的工作室出资拍摄戏剧作品,并有多位旗下艺人参与演出,她和W性男偶像手上代言无数不过上述消息,都无法获得证实此前网上盛传范冰冰与其经纪人。 沐小光在7月29日被带走两天后范冰冰获准离开,但沐小光因毁灭证据仍未被释放。 与此同时,台没有给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8月1日台湾资深媒体人雪盛梅在《54新观点》节目上衬,经她向沐小光的朋友求证。 范冰冰不是两天前被捕,而是早在一个多月前,与经纪人沐小光,公司会计、行政助理及公司挂名老板共五人同时消失。 沐小光公司员工后来发现这五人已被移送北京,囚禁在北京某个秘密宾馆中。 8月6日,又有知情者向新唐人透露范冰冰并没有被释放一直被关押。 在北京一个秘密审理的地方范冰冰的妈妈也被迫回国协助调查,但住在家中没有被抓消息。 指当局者似乎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案子比较好,暂时还没有拿定主意。 陆媒此前报道,江苏警方已介入范冰冰阴阳合同案,其身边多名工作人员被警方采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 范冰冰与其刚出道,不久的弟弟范城城,已被限制出境德国之声报道。 范冰冰以往在微博上一项相当活跃,但是自从6月2日以来,范冰冰的官方微博就再也没有更新。 过8月3日台湾中央社引述知情人士指范冰冰阴阳合同案震动。 中南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下令彻查明星逃税,于是多部门联合一发通知展开行动。 。 中南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即重大震音权上跟市民资金控制队合同案震音 visas vendas尽,以罪网稣御网税 este Glue,191 jamais再聚导恩故jas就好了。 中南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有飞一页三十menteもの您工赤向旨只要消满还尽好等 activated。 基于是本原本的现象欄一页压码打击失利, Institute于是 attempt在带小火力旁小小街头有一箇 by乳望和故者提供于水坊刀得ระ过去相片fieldof mustache。 感谢观看